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性爱之修士 Sex Education 性爱之修士算是今年 2019年年初最具话题性 最受到欢迎的一部 英国喜剧影集 在Netflix官方公布的数据当中 上线四周以来 就有4000万的观赏人数 在烂番茄影评网站上面 也有91%的评论给出好评 这部电视剧演员的阵容是蛮吸引我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年21岁 还是22岁的阿萨·巴特菲尔 同情起家的他演过好几部电影 包括了《怪奇孤儿院》 《战争游戏》 《雨果的冒险》 还有《浪漫到不行的爱上火星男孩》 这样一讲应该蛮多人都对他有印象的吧 顺带一提他还曾经来台湾拍过片喔 第二个原因则是永远的史卡丽探演员 Jillian Anderson 除了他成名的X档案之外 我也非常喜欢他在双面人魔当中 所饰演的那个心理治疗师的角色 很有角色魅力 成熟又充满智慧 他在这部《性爱自修室》里面 也是一位治疗师 不过是一位性爱专门的治疗师 同时也是主角的妈妈 面对这一个青春期的儿子 他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常常弄得自己非常的尴尬 又能够适时地给予关爱 剧情叙述 主角Otis是一位内向的 鲁蛇型高医学生 有着一位在家中开设性爱诊所的妈妈 Otis也继承了或者是说耳濡目染之下 有着帮人解决亲密问题的能力 在学校中这个特例独行的不良女 Math 的协助之下 他们两个人就在校园当中开启了 这个秘密的性爱门诊 算是帮助身边的同学解决问题 然后也自己赚取一些零用钱 面对这些难以启齿的性爱问题的同时 在面对着成长的焦虑还有害怕 这部电视剧打着青少年这个时期 每一个人脑袋中都讲着信这件事情 可是大人又不想教 网路上面又充满着 可能真可能假的各种讯息广告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放心的去询问呢 对有一些人来说会觉得你太夸张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对着信这么有兴趣的 但是其实这部电视剧完全是用信这个议题 去包装转大人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来应该就说得通了吧 只要是青少年应该就会每天都想着转大人这件事情吧 就像鸟巢中的雏鸟每天都在想着如何能够自由的飞行一样 那么自然 性爱自修士这个剧名听起来很耸动 但实际看完之后 我觉得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搞怪 而是很生动认真的一部关于青少年的电视剧 关于成长关于认识自我 并且很诚恳的告诉你 性爱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我会推荐这部影集除了性爱自修士 它真的是一部相当出色的电视剧 直来直往的跟你讨论各种性和自我的问题 从认识性爱到认识自己 还有从各种成长时要面对的痛苦 到体验各种成长的喜悦 同时它还非常的幽默可爱 你可以感受到剧本中的古灵精怪 前几集入股的性爱场面 主角在打手枪上面都有障碍这回事 同志好友的寻爱之旅 还有各式各样找上主角来的性难题 整体风格相当的新颖 又能切纵每个人的内心 很青春的一部喜剧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教育意义的 又很适合健康教育老师 陪着学生一集一集欣赏 然后交流分享的 看完性爱自修士 我会想到另外一部英国的经典影集 Skins 同样是叙述青少年的成长问题 只是主角群算是上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那个智障型手机的世代 剧情内容不只聚焦在性爱这个议题上面 还有失能的家庭 药物问题 或者是厌食症等等 如果你喜欢性爱自修士的话 我也会蛮推荐这一部给你看的 也非常的好看 只是没有性爱自修士那么的喜闹 可能比较适合给对这个议题 想要更了解的观众 在性爱自修士第一季八集的内容当中 碰触到了很多面向的性议题 他也不只是讲到好的那一面 他也会讲到关于性爱自拍 堕胎 暴力等等的议题 他有性所带来的各种 快乐 欢愉 压抑 责任 还有期待 主角在面对所有的客户的时候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 要他们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我来说这也是 看电影啊 看电视剧或者是看书的时候 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欣赏这些内容的时候 同时也不要忘了学习 去跟这背后的创作者沟通 这也是我们在面对 或者是解决各种人际关系的问题时 很重要的法宝 无论是亲情 友情 爱情 还有跟自己独处的时候都是 看了性爱自修士 你就会知道 搞懂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你常常会觉得 怎么会有人这么笨呢 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或者是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你会为这里面的人愤怒 难过 疼惜 很明显的喜剧笔法 剧本写的不苟写也不落俗套 让我们看到的是 没有谁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而是要挑出每一个人 都可能遇到的人生问题 每个人物都是充满缺陷的 普通人和怪咖 他会做出各种 没有道理 但好像又说得过去的事情 推坑给大家这部 性爱自修士 适合给想要一部 有点下流又不失优雅的 英国性喜剧的 青春期 还有非青春期观众 性爱自修士第一季 这部影集 我给的评价是 在下一支影片当中 我会针对 性爱自修士的角色人物 还有他们的故事 做更多的分享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对这部影集 更多剧情的想法 或者是评论的话 欢迎你点击那支影片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 精彩的影集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